宜兰县苏奥镇一栋名宅今天清晨传出火警屋内一对母子葬身火海 宜兰县消防局初步调查 起火原因已是电线走火所致以采样送宴 苏奥镇天主向一栋名宅发今天清晨近期时生活警 进销人员现场救出一名27岁的成姓母亲与5岁的儿子 但经医院急救后母子两人不治 消防监视人员在火室吸密后进入火场调查 宜兰县消防局火灾调查科长朱志培设访说 起火店已在屋内一楼沙发后方电线有烧熔横击 怀疑是电线走火酿灾已采样送宴 邻居表示陈姓母子平时与男童的阿妈同住 陈姆在便利商店上晚班一人拉拔孩子长大家境不好 由于火警当时阿妈正好外出买早餐躲过一劫 阿妈在事发后仲回现场接受调查说一楼沙发后方的电线在购屋时就已经存在 平常使用频率不高今天一早出门买早餐时家中没有再煮东西或使用电器 邻居罗女表示陈姓姓平时乖巧原本都待在家中没有去幼儿园上课 因她同样为人母也有一名女儿在读幼儿园中班因此担心陈姓的学习会赶不上进度才会主动与称女沟通 9月中陈姓才顺利到南安国小妇设幼儿园就读 不料才读十多天母子却命丧火哭令她不舍 南安国小妇幼主任赖淑珍说陈姓在9月19日才到幼儿园就读大班 但她在学习与生活自理能力稍差 经与陈姆沟通后原本陈姓今天要就读中班 原方也都替她安排好座位并准备好上课使用教材 不料就传出憾事让幼儿园师长十分不舍 宜兰俗奥一处民宅发生火警 母子逃生不及死亡 图宜兰县交房局提供分享